深宝处金管的校舍路以北的土地约7.17公顷 为健康休闲专区及商业区 临近宜兰火车站、宜兰转运站 为宜兰市主要的交通转运枢纽 而且附近有荣民服务处 北荣书澳分院门诊部以及阳明大学附设医院 兼具交通、生衣以及生活及商业等多面向的功能 因此施工所积极地与深宝处来接洽 讨论土地的开发及活化 市长江冲元以及县议员特别前往拜会深宝处 了解这块土地未来的活化规划构项 并且提出建言 在整体以后宜兰市宜兰县的发展上面 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包含不管是高铁延伸宜兰 或者是铁路高架 在一个整体以后的发展定位上面 我们认为非常的重要 希望这么重要的一块用地 以后再提升我们整体宜兰县的发展上面 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而且相互的长期规划上面 如果可以做得最好的一个大家共事的一个发展 在对于地方对于整体的贡献是很大的 应由北荣还有阳大 以及后火车站现在这个转型中心也正在改建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后火车站这个最大的土地就是深开住的 那也希望深开住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土地 作为以后依然是发展的一个好方向 发展一个好基础 深宝处后火车站土地 土地分区为健康休闲专区及商业区 土地规划的构想共有三个区域 包括建构荣民文化馆 采用促餐的方式办理高龄友善养生村 以及餐厅文创商办 另外还结合七兰山林特色 以及林业产物的亲子生活馆等等 所谓大型的商展这样子的 可是后来发现好像台湾的国际会议厅跟商展 在五都除了台北市以外 好像都很难开发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人建议说 是不是朝所谓的高级的养生村 就所谓的高龄友善出租宅 这样子来做一个辅导 当然还是以上业为主 因为在火车站旁边 大家期待的就是 有非常棒的百货工资 非常棒的这种餐厅 文创的商店能够出现这样子 我们也有一个构想 就是说地方上一直希望说 能够把申保处早年开发的一些历史 能够留在这边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计划 就是要盖一个森林跟农民的文化馆 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刚好是 中恒开通60周年 那其实大家知道中恒 其实老农民他们当初开发的贡献 那些流血流汗的故事 其实都非常感人 申保处期望透过以低密度 高开放空间的概念 结合文创 商业以及养生等服务设施 提供一处最具有潜力的 优质休闲休憩空间 宜蘭新闻79十四名 采访报导 那后面的布 你在帮林公园跟